大木兰树 作者安放之子 翻译彭义 小叶喜欢丝带 喜欢用丝带扎头发 也喜欢收集丝带 小叶在装点心的空箱子里装着各式各样的丝带 有爸爸从镇上给他买的红段子丝带 有上小学时扎头发的黑色的天鹅绒丝带 还有记载送来的礼物花束上的尼龙丝带 每一根丝带小叶都运得平平的 一圈一圈的卷好 宝贝式的收好 隔三差五还会把它们拿出来丑上一会儿 小叶呀 你可真喜欢丝带呀 附近的大婶们和保温泉的客人们都觉得有趣的说 如果她们得到了漂亮的丝带 就会特意送给小叶 有一次 小叶得到了一根之前从来也没有见过的丝带 那是一根宽宽的天鹅绒丝带 上面绣着好几朵玫瑰 带刺绣的丝带 当小叶把那根丝带拿在手上的时候 眼睛都瞪圆了 那是一根滑滑的 有一股好闻的味道 只是看一眼 心就会突突跳个不停的丝带 那是一位美丽的女客人送给小叶的 她既是保温泉的客人 又是一位专程来小叶家拜访的特别人物 爸爸好像和她是熟人 这位客人呀 是北浦服装店的人呀 爸爸给小叶介绍道 客人说 啊 你就是小叶啊 她好像已经知道了小叶的名字 就让小叶吃了一惊 然后 作为相识的纪念 她把这根带玫瑰刺绣的磁带送给了小叶 然后 她在保温泉最里边最好的一间房间里住了一个晚上 她干什么来了呢 等她走了 小叶问奶奶 奶奶脸上挂着这还用问的表情 回答道 当然是来洗温泉的了 可好像不仅仅是来洗温泉的呢 小叶说 可是她光看我了 那是因为小叶太可爱了 奶奶笑了 她是爸爸的朋友吗 是啊 是北浦镇服装店的人啊 你爸爸去镇上给小叶买衣服时 都是她帮着挑的啊 真的吗 小叶吃了一惊 这么说 我那绿色的吊带裙 那水珠图案的衬衫 那出门穿的天鹅熔烈衣裙 全都是这位阿姨给挑的了 就像妈妈一样 正要脱口而出 小叶又沉默了 因为她突然有一种奇怪的感觉 也许说不定 她 是的 也许说不定 她就要成为我的新妈妈了吧 可是 会是真的吗 想到这里 小叶有点害羞又有点为难起来 小叶离开了奶奶 回到自己的房间 坐到席子上 陷入了沉思 我的妈妈很早以前就变成了风 回到山老的村庄去了 于是 小叶的心里就涌起了一股不可思议的悲伤 就叫不回变成了风的妈妈吗 去见山老 求山老也没用吗 外面刮起了风 玻璃门咔嚓咔嚓地响着 好像有谁在呼唤着自己似的 小叶站了起来 然后悄悄地走到了外面 外面是满天晚霞 冬天冷漠的夕阳 把四周映得红彤彤的 晚霞 晚霞 小叶心头一阵激动 跳了起来 接着 她过了长长的吊桥 过了吊桥 再走一会儿 有一棵大木兰树 木兰树 木兰树 小叶在树底下叫着 从小时候起 木兰树就是小叶的好朋友了 木兰树的叶子比小叶的手掌还要大 有股好闻的味道 小叶常常会把木兰树的叶子带回保温泉的厨房 奶奶会用它包上米饭或是年糕 给它蒸着吃 用木兰树叶包的食物 有股亲切的山的味道 到了夏天 木兰树会开出大大的白花 秋天 树上的叶子渐渐枯萎 不久 木兰树就成了光绳子 木兰树 木兰树 小叶仰头看着枯树又叫道 从你那里 能看得见山老的村庄吗 喂 能看得见吗 小叶朝上一跳 抱住木兰树 吃溜吃溜地往上爬 然后 用脚踩住树枝 一只脚又一只脚 越爬越高 越爬离天空越近了 瘦猴似的小叶最擅长爬树了 没一会儿功夫就爬到了上头 小叶冲着远山 大声地叫了起来 喂 山老 晚霞摇晃了一下 小鸟变成了一个个黑点散开了 山老 山老 你在什么地方 咔嚓 咔嚓 咚咚咚咚咚 咔嚓 咔嚓 咚咚咚咚咚 耳边响起了啄木鸟啄树式的声音 啄木鸟常常用它那尖尖的会 发出这样的声音 在树干上凿开一个大洞 啄木鸟在什么地方呢 小叶朝爬上来的树干下面看去 连个鸟的影子也没有 可尽管如此 咔嚓咔嚓的声音 还是传遍了小叶的全身 就好像是谁在给小叶发信号似的 奇怪 小叶自言自语 这个声音是从树下向上传过来的 正好到小叶脸的位置停了下来 只有声音 真的 什么也看不见 只有声音 谁 后背打了一个冷战 小叶大声地问 于是就在这时 从树里 确实 确实是木兰树的里头 发出了一个声音 我是木兰树精呀 沙沙的怪怪的声音 小叶吃了一惊 差一点从树上滑下去 木兰树精 你在什么地方 大概声音的主人在树里头吧 想到这里 小叶小声问了一句 于是 木兰树精回答 当然是在树里头了 然后 小叶脸附近又想起了 咔嚓咔嚓的声音 木兰树精痴痴地窃笑起来 小叶嘴贴到树干上 叫道 我要看你的脸 到树外面来呀 和木兰树认识了这么久 和木兰树说话还是头一次 何况看到脸就更是头一次了 小叶激动得不行 树里的人说 那你就擦擦树看吧 用手像擦玻璃一样擦两百次 两百次 小叶大吃一惊 可他没有吭声 点点头 用一只手使劲地擦起树干来 当手擦得火辣辣的疼痛时 木兰树的树干有点透明了 从树里突然露出一缕蓝色的光 接着 在那光里 看到了一个长头发 瘦瘦的女人的脸 她头发上装饰着红色的珊瑚串 有点孩子气 非常可爱 女人冲小叶笑着说 因为你拼命往树上爬 所以我也拼命往梯子上爬 才爬到这里 梯子 有梯子 木兰树里 是呀 我虽然一直蹲在树根那里 但看远方时就要顺着树里的梯子爬到这里 说完 木兰树精绿色的圆眼睛转了一圈 问 你刚才那么大声说了什么 小叶点点头回答道 我想见山老 所以我在叫山老 见山老干什么呢 要把我那变成了疯的妈妈叫回来 听了这话 木兰树精一脸惊讶摇了摇头 没用啊 人的孩子是叫不来山老的 然后他一脸得意的说 不过 如果换成了我就能做到 我只要在这里微地叫一声 不管山老在多么远的地方 都会微地答应一声 哪怕是隔了五座山或是六座山 也一定会答应一声 然后 就会嗖嗖地从天上飞过来 做到这棵树的树枝上 树和山老过去就是好朋友 我这个木兰树的名字 还是山老给起的呢 可是说起来 我还是山老的外孙女呢 小叶挺起了胸膛 可实际上 小叶再怎么大声喊 也没有听到过山老的答应声 可能因为我一半是人的孩子吧 小叶伤心地笑 然后又热心地求木兰树精说 那我就求你了 把山老叫到这里来 让我见见他 可是木兰树精精明得很 不是那么容易就帮人实现愿望的 木兰树精盯着小叶的头发说 你喜欢丝带呢 这天 小叶扎头发的是一根茶色的丝带 木兰树精又说 你总是扎着各式各样的丝带 小叶高兴地点点头 是的 我最喜欢丝带了 我有各式各样的丝带 于是 木兰树精说 我也最喜欢扎头发了呀 树子呀 簪子呀 各式各样的发饰有好多呢 这太出乎小叶的意料了 突然 木兰树精在树里 伸出小树枝一样的手 做了一个过来过来的动作 说 你要以为我瞎说 你就过来看看吧 看看我的房间 小叶摇摇头 他小声说 今天太晚了 天已经相当黑了 也太冷了 小叶又加了一句 不知为什么 他有点害怕起来 真的想回家了 不过 他又重复了一遍 他那个唯一的愿望 可是我求你了 把山老叫到这里来 让我见见他 于是 木兰树精干脆地说 那你就把最好的丝带送给我 最好的丝带 小叶猛地一震 小叶想起了北浦的阿姨 送的那根刺绣的丝带 不行 那么好的丝带 绝对不能送人 他想 可是 木兰树精仿佛能够看透 小叶的心似的 盯着小叶目不转睛地看了一会儿 撅起嘴巴 干脆地说 不是最好的丝带 不行 你要是把最好的丝带送给我 我就帮你叫山老 小叶不作声 木兰树精又加上了一句 是真的哟 不是最好的丝带可不行 第二第三绝对不行 被那绿色的眼睛盯着 小叶轻轻地点了点头 然后用沙哑的声音说 我知道了 我下次再来 说完 他就慢慢地从树上爬了下来 双腿直哆嗦 这天晚上 小叶把那根蓝色的天鹅绒丝带 轻轻地铺在了桌子上 他用食指摸了摸玫瑰花的瓷绣 给台灯那黄色的灯光一照 天鹅绒丝带看上去比任何时候都要光滑 真是一根漂亮的丝带 正月穿和服的时候 要是用他扎头发 该有多好看啊 和出门穿的毛衣也很配 可相反 要是那老太婆式的木兰树精 系上了这根丝带 小叶想 于是他就更不想把这根天鹅绒丝带送人了 再说 要是把这根丝带送了人 也对不起北谱的阿姨啊 小叶喜欢那位阿姨 不久前 那阿姨又来把温泉玩过一次 和小叶一起洗温泉时 他在白色的水汽对面小声说 小叶 从今往后我们好好相处啊 小叶不好意思的默默点点头 给阿姨咬了好多水 我喜欢北谱的阿姨哦 小叶再次想 他想 怎么也不能把阿姨给的丝带送人 其他的丝带 全给掉都行 唯有这根不能给 这时 小叶突然想了起来 啊 这样不就行了吗 把其他所有的丝带都送给木兰树精 只留下这根天鹅绒的丝带 不就行了吗 就说全都在这里了 木兰树精对小叶的丝带一无所知 不知道小叶有多少根丝带 不知道哪一根最漂亮 最重要 什么都不知道 这样不就用不着担心了吗 小叶想 小叶把那根天鹅绒丝带叠好 用纸包上 收到了抽屉里 然后看着满满一箱子的丝带 给他这些足够了啊 小叶嘟囔道 得到这么多五颜六色的丝带 木兰树精该是多么高兴啊 一定马上把山老叫来了吧 几天之后的一个黄昏 小叶抱着丝带的箱子 朝木兰树走去 木兰树精 木兰树精 小叶啪啪地敲打树干 然后又把耳朵贴到了树干上 木兰树精 丝带拿来了呀 小叶又啪啪地敲打起树来 我的丝带全都给你哦 所以你叫一次山老 让我见一次山老 说完 又把耳朵贴到了树干上 于是啪啪 从里头传来了回敲的声音 木兰树精那沙哑的声音说 那你就把它们全都寄到我的树枝上吧 树枝上 小叶吃了一惊 然后想了一下 兴奋起来 仰头看去 木兰树光秃秃的 如果用一根根丝带把那些枯枝装饰起来 该有多漂亮啊 我知道了 小叶把丝带全都从箱子里掏出来 塞到了口袋里 裤子的口袋里 上衣的口袋里 然后就用两手抱住树干 吃溜吃溜地朝上爬去 一爬到上次的那个位置 小叶就开始往枯树枝上寄丝带 像装饰圣丹树一样 像装饰树树一样 白丝带的边上是紫色的丝带 紫色丝带的边上是粉红色的丝带 粉红色的丝带上面是深蓝色的丝带 一眨眼的功夫 木兰树就像开了花一样 多么华丽那么好看啊 小叶坐在树顶上 一个人看得入了迷 然后啪啪地敲着木兰树 大声地叫道 木兰树精木兰树精 可是听不到回答 小叶又敲了敲 木兰树精木兰树精 我把丝带全都给你了呀 这下漂亮起来了呀 然后小叶把耳朵贴到了树干上 但是树里静悄悄的 什么声音也听不见 木兰树精木兰树精 我的丝带 这么一喊 小叶吃了一惊 他觉得木兰树精 好像是漠不作声地 站在树里似的 也许木兰树精已经知道 记在树上的丝带 不是小叶的全部了 还知道小叶把最重要的一根 悄悄地留在家里了 木兰树精 小叶小声地叫着 然后他清楚地知道了 木兰树精生气了 我违约了 我说谎了 所以木兰树精再也不说话了 小叶想 我还是头一次骗人 突然小叶不好意思了 然后害怕了 他从木兰树上滑了下来 然后跑起来 一边跑一边想 我再也不去那里了 再也不能爬树了 再也不能吃木兰树叶的年糕了 跑回到家里 小叶推开了厨房的门 没有客人的日子 厨房里本该是黑黑的 冷冷清清的 可是想不到这天却亮着灯 充满了欢快的笑声 北谱的阿姨来了 北谱的阿姨和奶奶一起在厨房里忙碌着 你回来了小叶 阿姨那雪白的罩衫晃得人睁不开眼 小叶不由地闭上了眼睛 厨房里有一股黄油的味道 奶奶在热气腾腾的水汽对面笑开了 小叶 北谱的阿姨在做西餐呢 小叶瞪圆了眼睛 问 西餐 什么 奶汁烤菜 阿姨一边往锅里倒牛奶一边说 鸡肉 栗子和蘑菇的奶汁烤菜呀 小叶的肚子顿时就叫了起来 心想 今晚真开心啊 马上就好了 再等一会儿 北谱的阿姨微笑着说 小叶回到自己的房间 轻轻地打开了窗户 然后仰头看着高高的天空 小叶嘟囔道 对不起了 山老